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 神土加一口气 事实证明人帝时会融入土地 以魔鬼的解释为堕落的天使 很多宗教都有大洪水的出现 欧洲的炼金 巫术 中国的炼丹 术法 等等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为什么一切都是惊人的相似呢 我知道真相一定让人失望痛苦 但是还要坚持走下去探索 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 说的很好 今天我找了一个信任的朋友 侵了一下阁楼 发现一直没完全了解过我的家 阁楼前有人住过 一些往往容易忽视的地方 也是最危险的事 我推荐你 每天记录一下周围的环境 以及重要的事 比如随手放的东西位置变了 一般都会觉得记忆不太好 放哪里都无所谓 实际上仔细思考一下 是真的奇怪 是你的记忆欺骗了你 还是位置真的变了 大家好我是王狗 刚刚那个呢就是盗墓哲他给我最新的回话 今天就是好久才上来回温一次 我想要跟他有多一点的交流 我决定了真的允许的话 我想要直接飞去美国找他 对了我之前不是有说可以寄01照片什么到的FB IG吗 但后来我发现那样子讯息会太杂了 不如大家就同意记到这一个信箱 以后我会把这个信箱放在下面的连结 有什么奇怪的事情的话 大家可以记到下面 我会在每一集的开头来跟大家分享 OK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台湾非常非常神秘色彩的一个山峰 他的名字叫做奇莱山 相信蛮多人都有听过这句话 虽然日本人比着水溪的石头还多 比森林的树叶还繁密 可是我反抗的决心 比奇莱山还要更加的坚定 这句话就是赛德克巴埃电影里面 邱长讲出来的话 资料 这句话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 像在1897年的时候 有日军升觉爱伊朗 祭司一行人探探奇莱南风的山头石 不小心入侵了赛德克的领域 而遭到赛德克属杀害 这个地方呢 充实之后就命名为圣角山 要纪念那个日军 从事发到现在一百多年来 奇莱山其实一直都有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其中有一个最有名最有名的巡案 就是秋高事件 秋高事件呢是三个人一起去登山 当时他们失踪了 正常的失踪事件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会在路上看到任何的遗物 遗物都是跟着失踪者一起放在身边的 顶多是他有可能坠入山谷 所以找到他散落的包包 鞋子等等一些遗物 但是呢这个秋高事件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说就对不论怎么找 都找不到他们的人 只找得到他们的物品 但是呢他们的物品不是像一般的登山客一样 散落在一个地方 他们是散落在好几个地方 有点像是沿路调吧 登山症 包包 拐杖 干粮 手电筒等等的东西 分别散落在好几个店 而且地板还有很多奔跑过的脚印 更奇怪的是 还插着三双直立立的筷子在地板 第二个奇怪一点呢 是他们三人是一起失踪的 过去的失踪事件是不会有整团一起失踪 通常就是会有人 顺利的回来或是找到遗体 怪的是 他们三个人 至今哦 到了2018年 连遗体都还没有找到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当一下侦探 诶 为什么他要跑 为什么他把那么重要的一堆东西都留在地板 第一个 山里的野兽 在其来山区能够把整个人都吃掉的猛兽 人想到大概只有黑熊而已 诶 那其实黑熊 这个是最有道理 最有可能的啊 对 是这样子讲的 没错 但是事发的时候是在8月份 8月份的时候是夏天 通常以黑熊的邪性来说 他们只会挑好的肉池 甚至连骨头旁边的肉 他们都不会把它吃掉 快到东面的时候他们才会把整条鱼 连骨头都不慎的吃掉 更何况 台湾的黑熊其实是不会冬眠的 所以 你要说他们把人的骨头吃掉吗 是有点不合逻辑 重点是要一次把三个人都吃掉 对平常 喜欢独来独往的黑熊来说 除非那个黑熊是巨石强生 不然 这个田其实也没办法真的说过去 诶 他们是不是要偷渡离开台湾 那个年代呢 在对岸会有一些匪谍 可能就留在台湾嘛 留在台湾嘛 台湾嘛 或许 他们三个人可能是飞碟 任务结束了 需要回中国一趟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怪的是 如果他们真的要这样子的话 那他们干嘛跑上山去 平地就可以 人间蒸发啦 而且还要故步一阵 留下那么多的奇怪的东西 再加上 那时候有对他们做一些家庭调查 大学生 在那个年代 大学生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 家境也不错 所以这个点呢 可能性也非常非常的低 但也不得说没有可能啦 有可能有我们 大家不知道的引擎嘛 被伤害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的有可能 但是呢 奇怪的是 他们在失踪的那一段时间 大规模的直升机 原住民 向导 警察 大家一起全力的地坛式搜索 都没有搜索到有任何的人 登山口也没有人离开的记录 所以 整个学汉呢 大家就会往比较神秘的方向去想 这是轮智场情嘛 大家就在讲了 两个 一个是鬼 一个是非礼 那 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张照片呢 是十多年后 有登山客去上面登山的时候 无意见拍到的一个 林荫照片 那背后站着一个很高 穿风衣的男子 当时呢 这张照片就有被 秋告事件失踪者的姐姐看到 那个姐姐就说 诶 这个就是我弟 所以呢 当时又 可是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我自己啦 我是看不出来 是怎么看出来是他的弟弟 很难讲 有可能只是 刚好有人经过 也难吧 那个时候这张照片 是在节目上面被传出来的嘛 也有可能是 常作也难讲 不会因为这张灵异照片呢 更引发出 齐来山有鬼这个传言 那我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 在齐来山上 一些蛮有趣的灵异故事 在秋告事件发生不久后 齐来山边有另外一个山岸 叫做 清大雾人失踪案 校方为了纪念他们 便在 齐来山上 建造了一个成功堡 是为了给 接下来的登山课 方便休息 以及 纪念那些 罹难者使用的 那成功堡里面 却始终都挂着 一些罹难者的照片 所以 这里的灵异传闻 也就不进而走 有一天有一个登山队 他们前往了成功堡里面住宿 当他们一踏进去之后 雨便开始下了起来 四个队员 开始清醒说 哎 自己是不是有好运啊 那山上的天 总是黑得特别快嘛 不久后他们吃饱 聊聊天之后 我就要睡觉了 这个时候呢 门外突然 传起了一阵敲门声 他们就把 打开来 哦 原来是有另外一队 登山队 冒着雨前来哦 他们就赶快迎接他们了 啊赶快进来做 赶快进来做 衣服都湿了吧 别帮他们烧热开水 别跟他们聊天 但那些 刚进来的 陌生登山课 低着头 只是在整理自己的装备 也不会赢他们 他们想说 自逃北去嘛 就专机睡在里面睡觉 只是他们怎么睡都 觉得好像 异常的冷这样子 时间一早 原本那四个人就 起床了 抱怨说 昨天晚上 感觉睡得很不好啊 怎么样的 然后其中一个人突然说 诶 昨天冒着雨前来的 那些人不见了 诶真的诶 动作好快哦 正当大伙儿在讨论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队员 指着墙壁上的照片 站斗双唇说 你 你 你们看 于是大伙子西桥 那照片上面的 疑难者 不就是昨天那群 陌生的登山课吗 在民国六十年 七月二十三号的凌晨三点 阿华呢 当时正在睡觉 突然 门打开 一阵嬉恼声传来 他抬头一看 哦 原来是我那三位 爱登山的室友啊 诶 啊你们三个 等完三回来啦 还顺不顺利啊 但是那三个室友 仿佛没有听到他的回应一样 也不搭理他 就开始坐在地上 玩起了扑克牌 可能是还没闹够 兴奋过度吧 就很吵很吵很吵 吵得阿华有点睡不着了 于是他就躺在床上 跟他们说 我想睡觉了 你们可以安静一下吗 那些室友 也不搭理他 就是玩着自己的扑克牌 但是 的确 声音有变得小一点点 那 那阿华也觉得说 好吧 既然有没有小声音点 那也就不管了 就把棉被照上了头 开始睡他的香甜觉 然后睡啊睡 睡啊睡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噢 谁啦 阿华躲在棉被里面大喊 是我阿华 你隔壁的室友 我有紧急的事要跟你说啊 阿华心想 凌晨三四点的 没事朝我睡觉 我阿嬷过世的时候 我都没那么着急了 所以就不耐烦的 随口的应付他一句 快说 阿华 超夸张的 你知道吗 你这三个室友 他们昨天去登山的时候 全部 都遇到台风 走了 阿华听完心想 鬼扯啊 我那三个室友 不是才刚回来吗 他边准备要掀开棉被 边低估着说 马得 我那三个白木室友 不是就在 说到这儿 阿华整个人 傻住了 因为他的位置下面 一个人都没有 只在加 散落一地的扑克牌 加上 一滩滩的积水 第三个故事呢 也是有一队登山队 他们进去 成功堡里面扎营 那当时呢 阿甘他们刚说完牙 就顺手把 漱口的杯子 挂在罹难者照片 旁边的铁钉上 接着就回去 睡袋里面睡觉了 非常的大声 他想说 什么东西啊 一转头看 原来钢杯掉下来了 没什么嘛 只是东西掉落而已 阿甘心里边想 便把它挂回去 只想赶快睡个香甜的叫 又是传来一个巨大的声响 钢杯又掉下来了 这个时候他吓了一跳 想说 我刚刚不是挂好了吗 怎么又会掉下来 这一次 他非常清醒的站起来 仔细的把钢杯挂好 确认他不会掉了 再跑回去睡觉 又是传来一个巨大的声响 钢杯又掉下来了 这个时候他觉得 开始有点毛了 但是他也说不出来 到底是为什么 准备要叫他旁边的朋友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挂钢杯旁边的那张照片 里面的那个人 正在对着他微笑 这几个就是 齐来山比较有名的一些 灵异的故事 说不准它们到底是不是 真实的发生 有的时候可以把它们 当成是一个故事去看待 我想要常常给大家的知识 有时候的历史的知识 还有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大家不用去太害怕 齐来山不是只有这些 比较神秘恐怖的一些事情 那当然也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 看下去你会觉得 哇 人生就升华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地方 那我其实蛮奇怪的 有的时候我就会躺在我家的顶楼 看一下星星 看一下整个世界 内心就很平静 可以看到一些平常我们的生活 没有办法看到的角度吧 大家其实偶尔去做做也是不错的 今年2019年不是 就排这个 年秀八九天的攻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有空都可以去散散心 OK 我们今天起来神的这个影片 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可以帮我留下来喜欢 谢谢大家收看 go 我们下次见 bye